余生请多指教播放成功收官后,有网友指挥余生夫妇实在太上头了,特别是肖战与杨子拥抱的戏份让人记忆游戏,而在花絮中两人拍摄的过程也十分有玩,本身像杨子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就很受男生的喜欢,不仅聪明伶俐,大大厘厘的性格也非常讨喜,叫人不动心都难,但凡与他合作过的男演员无疑不夸他,前有理性后又有肖战都是活脱脱的例子。 在他们眼里,都觉得杨子很适合做女朋友。在片场休息时,肖战就有一次故意调侃杨子,说我父母很喜欢你。接下来杨子的回答让肖战直接愣住。杨子随后来了一句,很多人的爸妈都很喜欢我。此话一出连观众都猝不及防,不得不说杨子的反射糊实在太有人着急了。难道他都听不出来,肖战是在对他间接表白吗?此前杨子就被问过,肖战是你的理想性。 杨子当时吱吱呜呜的样子,就已经暴露了心声,而在花絮中,杨子也曾追问肖战,你会因细生情喜欢我吗?怎料肖战下于是叫了一声,小猴子,爱完全藏不住,难道两人真的会因细生情吗? 这还真不好说,毕竟都是单身,在一起也未必不是一段好姻缘。但从外貌来看,两人确实很般配,男帅女妹也很有夫妻小,连绩也相差不大,又都是娱乐圈内受欢迎的帅额美女。 要是两个人真在一起了,应该会有很多网友祝福他们。杨子可是很多男生理想型,但却不知道是不是肖战喜欢的卫星。 如果这两人要是真的在一起了,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? 对此,你是如何看待呢?欢迎广大网友留言。